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丈夫负责将顿煮过的特制排骨放在面上 在30岁持续上班族工作的京城远志 在1966年开了一家小型冲绳面店 是目前店面的前身 创业58年的今天 已经在冲绳市和纳巴市等地开了9家店 分别由子孙被打理 京城远志说 希望在目前的状况下 让排骨面人气持续下去 只要他还健康 就会继续地站在店里头 他和妻子每天将会持续更新他们的记录